在这一次的美国大选当中的话 其实特朗普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 就锁定了一个胜局 这与之前很多的这种媒体的民调结果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出入的 而且是共和党这一次 也是大面积的入侵到了民主党的这种传统票仓里 也让不少的人可以说是大跌眼镜 您觉得造成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 为什么这一次特朗普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大胜 我今天正好这个节目 我接受采访之后 我要做一下美国大选的出口民调 或者是个详细数据的分析 因为您刚才说的比较多 我先说哪一个 我先想看 您现在是问的是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吧 它能够大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民调机构和媒体的对于特朗普的低估 这个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之前我相信你也看到 尤其在中文圈里面 其实都是英文圈也都是 中文圈只是英文圈更加的扭曲 就是说大家会在互相指的对方 你在信息检方里面 你是在你自己的信息检方里面 所以你的是你高估自己的候选人低估别人 但是其实我的整个在推特里面跟我的竞选 其实两个星期已经结束了 只不过我的竞选的结果昨天刚出来 所以我结束以后立刻就回来研究数据 而且我是研究双方面的数据 而且因为我是在右侧 所以我会更多的研究左派的数据 左派民调的数据 因为我吸取了2020年 当时我之所以当时对于川普的当选过于乐观 就是因为我过多参考了右派民调的数据 我喜欢看我自己喜欢看的数据 这次我充分吸取到教群 然后我对比双方的民调数据以后 其实我是很难想象 为什么有人会对哈里斯的选情如此乐观 我也很难相信当时爱荷华州出来的3%的 说民主党会翻转爱荷华这样的深洪州的 最后结果是14% 所以差了17% 但是当时很多人凭借着说 爱荷州的德美英纪时报的民调 叫做塞尔泽的这个女的 是好像在业内很受尊重 但其实他们没有深入去调查 比如这个女的到底她做了哪方面的民调 她受到什么样的江湖地位到底怎么样 等等 他们也没有很好去调查 就是说跟她不同的观点 而跟她不同的观点 并不只是右派的民调观点 也有左派的和中立的民调机构的观点 没有任何其他数据能够显示爱荷华州 为什么有这么样一个特例 所以我讲这些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说到底谁在信息检访里面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应该有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答案了 那么这个原因我觉得也是跟2020年 很多支持川普的支持者 陷入像我一样 陷入在信息检访里面的原因是一样的 因为2020年他们就是基于2016年说 你们民调当时差了这么多 是吧 你们这么低估 然后我肯定更相信右派民调 是吧 那么现在其实很多的支持民主党的支持者 他们其实也犯了类似同样的错误 他们太过于执着地认为自己相信的是 一切是一个世界的全部 OK 我们回到就是说川普为什么会赢这方面 这一方面双方的所谓交兵必败挨兵必胜 是吧 我觉得川普那边虽然他们也相信自己会赢 但是他们还是做足了挨兵的准备 就是做足了防止真的发生意料之外准备 但是相比于对面就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败选了以后是如此的惊愕 那么除此以外根据民调数据里面也显示 第一个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经济 最重要的是经济 这个没有问题 在所有的 尤其是你看那个图 就是在全美国哪些地方发生了swing 就是哪些地方是更多投 相比2020年大选是更多的投共和党 哪些更多投民主党 整个地图密密麻麻都是红色 只有在那些稍微有一些地方蓝点 这什么地方呢 基本上都是科研院校扎堆的地方 或者是政府行政机关扎堆的地方 比较蓝颜色的 就是更多的人支持了 导向了民主党 然后像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是吧 包括加州的沿海等等这样子 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够有细微的 其实导向也导力并不多 才能有细微的 说更多的选择哈里斯 除此以外 茫茫一片美国大地 全是红毛 就是它那个增长 它是以 你的swing有多大 它那个线就有多长 所以你看到密码 美国全是红毛 回头我把那个图发给你 所以你在里面就清楚的看到衣食无忧的人 或者没有受到过去几年经济的 我们经济这个词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不公平 更多的说通胀 没有更多的受到通胀影响的这拨人 他们其实在这种人权 女权 LGBT全体 这种老百姓相对而说并不关注的意向 他们更关注 所以他们会更多的 希望美国能够选出第一个女总统出来 是吧 我能够理解这种情绪 他们希望出现第一个女总统 但是怎么讲 这个时候我们就引到我们第二个话题了 我们讲第一个是经济 是通胀对于普通人的影响 是吧 广大的劳工阶层受影响的 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 是吧 眼见着澳洲其实也受通胀很大影响 眼见着房租刷的往上涨 眼见着各种各样的费用往上涨 以前3块钱买一盒鸡蛋 现在5块钱 是吧 这种他们的首要的考虑 就是说你这4年让我吃了大苦了 然后我们再往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虽然我能理解很多人 尤其是这些衣食无忧的群体 他们希望能够选出第一个不但是女性 而且是非裔 而且是印度裔 是把各种buff叠满了的这样一个候选人 但是这个候选人真的是扶不上墙 我相信他们自己也知道扶不上墙 因为你去问一下哈里斯最大的成就 他们可能真的就说不出来 百分之八九十人说不出来最大成就 他们更多的投哈里斯票 第一个出于良好的意愿 第二个出于对于川普的很多东西不满 我也能够理解 就是所谓知识分子阶层 对于川普的他的一些风格 他的一些东西的不满 但是事实上 至少在这次选举里面川普是牢牢的接着第七了 更不用说第三个很大的因素 这也是我今天代表节目要讲的 我认为川普在这里赢 他可能有50%或者是51% 我们算给他有51%有这样的功劳 但是如果让我平的话 我认为更大的功劳在于马斯克的加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解构者 他发现问题 然后他是属于解构这个问题 试图去破坏原有的体制反体制的人 他这方面是一把好手 但是我觉得普通民众 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以上的民众 就是相对来说 他们有这样的职业经历的人 他对于他建构的能力 就是你破坏了这个制度是吧 那你要重新建构一个东西 那你建构东西能建好吗 能够能力效率或者怎么样子 到底结果怎么样 其实是不是特别确定的 不是特别确定的 就是他能够凭直觉做出一些判断 但是你到底能不能真的是建出一个你所想要的这种新的美国 是吧 很多人是怀疑的 但是马斯克的加入 我相信至少我在几个月以前 在我自己进行选举以前 我在频道里明确讲了 我这次哪边都不站 但是马斯克进场了以后 我是非常可以说慢慢最后非常坚决的站到了共和党那边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马斯克全世界如果你找一个说解构 重构建构 然后实施 关键是执行是吧 执行 说全世界最牛的一个人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超过马斯克 我相信是有这一点 而且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我个人觉得他还有其他一些特质 所以这方面两个人相对于是严丝合缝的 这两个是严丝合缝的合上了 我认为马斯克在这里面 不管是在亲自下场去在很多地方去鼓励人去注册 是吧 打了个擦边球 其实挺聪明的 但是多少的下场 亲自下场出钱出力 出人自己去鼓励 尤其在摇摆州 现在数据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 他这么做其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效果 不单在摇摆州 单单这几个州票数拉上了 尤其在宾州 最关键是在选民的心里面填补了很大的一块空白 而且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 提供了一个信心 一种想法 对连马斯克都挺的 你能不挺吗 这是一个最朴素最朴素的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并没有什么大错 明白 就像您刚才说的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把这一次的 这个美国大选的结果 归结于一个经济的因素 表示就是很多人已经受够了过去四年的 这个高通账了 那因此呢 就是对于这个哈里斯 继续延续拜登的这个政策 感到一个失望 那您认为就是说 除了这一点之外 就是哈里斯 哈里斯他失败的 他本身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包括民主党 他的一个竞选策略 他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他们竞选策略 我现在其实也关注在民主党阵营内部的人 对于这次惨败的看法 他里面其实分了好几派意见 一派人就是怪拜登 说你压根就不应该当时初选 你就不应该参加 你应该早点让闲 让年轻人出来 然后赶到辩论 然后好像输了以后 然后就被下面的人推翻了 所以这是一派意见 但是其实这派意见 你可以听得出来这派意见什么呢 民主党 他挂着是民主两个字 民主就意味着任何人都有权利可以参选 而且拜登是在初选拿到了绝对多数的这样一个票的 他是以正常的程序上来的 他最后被搞掉反而是不民主的程序 所以这一派声音 首先我认为这派声音是没有任何原因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怎么讲 其实是并没有什么依据的 其次他其实违反了基本的民主党的民主的原则 这个其实我认为这个也是很多民主党内部的党 这次民主党投票率特别低 然后民主党很多人对于党内比较失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澳洲这边参选 其实我也能感觉出来 在过去几年里面澳洲也有这样的趋势 就是由党去指败这个区的议员 而不是让你这个区大家的党代表 大家来投票决出来 就是所谓的初选 那么其实在我所接触到的澳洲本地党派里面 他们对此 尤其是在右派党派里面 对此怨言是特别大的 觉得你这个好像你就变成了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了 anyway 这是一派声音 那么但是我看到的还有更多的反思的声音 尤其是反思民主党党内 所以过于把这个议题放在了这种所谓的海边的 我想怎么讲 coaster elites 就是东海岸西海岸的精英阶层的这些人的 他们的数学方面 比如说关于什么堕胎问题 关于什么LGBT问题等等这些问题 这方面其实脱离了现实 严重脱离了现实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要反思说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东西放一放 或者怎么样子 对吧 然后其次还有桑德斯 就是弗门特州的比较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建成的老头 他说他虽然诊断的很对 他说其实这个诊断在2020年就已经做出来了 当时的杨安泽也是民主党候选人 他提出来说我到各处去选举 我说我是民主党候选人 结果只要是泛夫走卒 是吧 只要是劳动人民 我都像看到瘟疫一样的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党怎么变成这样了 那么现在桑德斯他也说 说我们这个是完全脱离了working class 工薪阶层 劳动阶层 但是桑德斯他要开的药方是错的 他虽然给出的诊断是对的 就是民主党过于 他以一个劳工阶层为基础的党 现在反而是脱离了劳工阶层 更多的是变成了一个滨海的这种白人精英的这样一个党 所以这部分声音有在反思 说我们是不是要把整个党的文化彻底的改变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这次民主党在里面得到的 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怎么讲 就是转机 他希望这个党能够像很多其他的左派政党一样 意识到极左的意识形态对他们的拖累 然后能够慢慢的把整个党的谱系 往当中往普通人一般人靠一点 OK 那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 就是说您个人最关心或者说最期待的 他们的一个政策议题是什么呢 就是您觉得在这些政策下 您对于美国未来四年的这种看法是怎么样 我对于特朗普说的 Sorry Trump 我对于川普说的美国制造业 重振制造业是吧 其实我之前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 觉得包括Jelly Vance当时在做的很多讲话里面 说我们要非法移民驱逐 然后我们要让美国人重新得到工作 制造业工作 当时我是很怀疑的 我真的是非常怀疑这个东西 因为制造业就是要留下那些人工成本比较低的国家 而且有很多 尤其是低端制造业 美国已经荒废制造业很长时间了 其实我们澳大利亚荒废的更厉害 但是我们还好 我们只有2000万人 但是美国荒废制造业这么久了以后 重新重拣起来 然后人工成本有这么高 然后工会力势力这么大 这能做到吗 但是还是那句话 马斯克加入了以后 我的确是能够看到美国重振制造业的一种可能性 很多可能性 所以我其实在这方面是特别的感兴趣的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感兴趣的 这也是我之后会进一步去看 他们到底是哪些政策 是往这个方向去再走的 实现就好像马斯克当时改良他猛禽发动机一样的 是吧 本来是各种的弯弯绕绕 那么怎么样可以把它改成一个非常elegant典雅 然后又非常高效 又实际能够有用的这样一个发动机 我个人是很感兴趣的 我个人在澳洲参选最大的一个议题 或者我最大的感受 我跟很多选民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什么 我在澳洲参选这个选区两大问题 交通问题跟教育问题 其实你如果往根子上倒 都是一个词叫做over regulation 就是监管过多监管 过多过严 不是过严吧 过多过繁琐的监管 导致官僚体系就会变得像当年马斯克接手以前 那个猛禽发动机一样 各种的弯弯绕绕各种管子 然后最后出来结果并不进入仁义 OK 所以应该这么讲 我与其说对更关注美国的制造业重镇 更多的是关注去监管 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当时就已经再尽量做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 川普他很多时候说凭直觉做事 是吧 他说我要出一条新的监管 就要废两条监管 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原则性的 方向性的 但是你怎么样真的把监管大量的砍下来 让美国营商环境 工作环境 各种环境能够更加符合他重振制造业的雄心的话 这个是我觉得是最有看点的 OK 您刚才有说到特朗普的重振制造业 那其实就是说他在竞选的时候也强调了他的口号就是要美国优先 那很多人觉得说美国优先其实是一个奉行一种孤立主义的 也就是说强调减少国际干预和外国事务的参与 然后将更多的这个精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 那这为他迎来了很多的这个选票的支持 那因为确实很多美国人已经厌倦了自己需要为这个世界承受太多了 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就看到美国的这个美元霸权 或者说美国本身这个霸权 他恰恰是得益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所承担的这样的一个维系全球秩序的一个责任了 那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美国优先在短期之内 他或许是可以为美国去解决一些经济上政治上的问题 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 这种孤立主义可能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一个领导地位 那如果说这种美国的领导地位一旦被削弱的话 那很可能就是说美国人民过去习以为常的那些特权就不复存在了 而那些空缺的话很可能就会由类似于比如说中国这样的这种新兴的大国所填补 所以从长远而来从长远角度来看的话 可能这种美国优先会严重损害美国人的利益 那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美国优先的德语师呢 我觉得正好相反 我个人判断成正好相反 短期内它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可能在一些非核心区域 它会退出一些非核心区域 然后它会更多的delegate给其他国家其他的一些势力 但是我觉得长期来讲 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多人说 它为什么说长期会影响美国的 因为美国在历史上是有过很多次的 它虽然并不是说美国优先 但是其实就是撤出世界各地 越战结束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越战当时70年代不就是在撤出世界各个跟苏联 就是直接是刀对刀枪对枪的干的这个地方 是吧 当时就已经有了这种美国优先 叫撤出世界回归美国这个浪潮 然后直到到了里根的第一个任期之后 然后又开始挑战邪恶帝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不是这么 那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逻辑跟我相反 但是我觉得可能他找一位相应的朋友 我们来聊一聊才比较好 我个人的判断依然是短期内可能在有些非主要的 或者次要的区域会有一些妥协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这个妥协一定不是以牺牲说美国的领导地位 美国的长期的这样一个竞争优势为代价的 我只能这么讲 我知道很多朋友担心台湾 对于台湾的事情比较担心 我一点都不担心 尤其是在川普今年4月份 4 5月份那个时候讲 台湾要交钱是吧 感觉要交保护费一样子 当时我就做了视频 我觉得这是好事 这哪不是好事 这太好了 而且当时跟川普关系比较好的 也是当过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的 名字我忘了 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 双方都佐证了说 他们跟川普聊的结果就是说川普相当于是 不但不会撤出 而且是会在这方面可以加强对台湾的武装 加强 甚至不单是在台湾 在南海地区的 对于周边这一带地区的武装 这些国家的武装 所以这个是 而且如果说这个以前也是被多次印证了的 就是在川普任上 反而给予台湾一些重要武器装备的升级 而且立刻说到就到 那么在拜登任上反而会相对比较拖沓一点 这个在乌克兰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也是最担心的一件事 最让人担心的一件事情 在乌克兰我们没看到他会承诺给你这个 但是过了很久才到 到的时候俄罗斯已经针对这个武器做好了战略部署 而且他还不允许很多武器升到俄罗斯内部 给了乌克兰诸多限制 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在乌克兰 我相信我在乌克兰做的捐献什么东西的 在一众up主里面应该是比较多的 我做了几千美元的捐献 不包括我当时为乌克兰募捐的钱 但是我就是在这两者的这种做法里面比较出来 我觉得既然拜登你不能解决问题 或者说民主党政府的思路 你并不能解决问题 你并不能达到很多人希望的时候 能够帮助乌克兰能够收复全部国土 然后把俄罗斯就立刻打趴下这种远大的目标的话 我觉得不妨试一试川普这种做法 就是表面上跟所有的独裁者称兄道弟 但是背地里所换取的代价就是背地里 你必须要对我做出关键利益的让步 或者说至少你要考虑我的关键利益 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更好一点 我回到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还是那句话 我是觉得如果说川普以台湾要交保护费的名义 逼着台湾交钱以换取美国的实质意义上的保护的话 这对台湾绝对是一件好事 而因为什么呢 它会造成一个效应 就是说台湾如果说中国那边有反对的话 台湾会说那我没有办法 美国人硬要我交的钱 是吧 即便是私下沟通的时候也有一种托词 就是美国人一定要我交的钱 一定程度上对于台湾的压力 各方面的压力其实是一个环节 对于台湾的问题的话 可能有一个补充 就是说不仅仅是说 他说是台湾要交钱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特朗普在大远期间他也曾说过 就是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的话 那他会要求中国提高 向中国征税 然后提高150%到200%左右 但是就是说被问及是否会使用军事力量 去对抗中国对于台湾的封锁的时候 特朗普却会表示 却表示说他不会这样做 说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尊重他 但是这从另外一方面似乎又被解读成说 是否是中国只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 就可以获得一个入侵台湾的许可证 那因为毕竟是对于中国 中共和习近平而言的话 就是通过解放台湾去赢得自己的一个 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基础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买卖了 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所以解放台湾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 投等大使 那就是说从这方面您觉得 特朗普会出现一个情况吗 就是说如果说中国交到一个足够的关税 然后他就说OK那你去住进台湾 会出现这样一种比较低端的情况吗 很多人对于川普的质疑 就是说一点他是商人 商人就是唯利是图的是吧 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 很严重的缺陷 因为中国文化长期来说市农工商商是最低等的 然后商人认为就是无奸不商 所以这导致中国的很多或者华人不止中国 我包括台湾我认为也是这样子的 华人很多时候他在对于商人的认知 不管他对别人商人怎么看 以及他自己经商的时候 他自己实践的时候 他都会奉行一个所谓无商不奸 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无商不奸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其实真正的商人他重视的不是钱 不是货币不是黄金 真正的商人重视的是价值 真正的商人投资的是价值 所以如果从这一点来讲 你想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川普如果他只重视利益是吧 我们讲他从政就是为了钱 是吧 为了子孙后代可以有很多钱的话 给他钱不就好了吗 他要不用出来竞选共产党候选人或怎么样子 这钱不好谈钱 是吧 我们可见民主党这次的募捐 如果在马斯克进去以前 民主党这次募捐的政治捐款是共产党的三倍多 马斯克进来以后可能就变成了两倍那样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 钱并不站在川普这边 所以我们只是从美国国内政治来讲 然后在国际政治上眼上也是 如果说我的口号或者说我的价值观念 我真的要是让美国重振的话 需要多少钱你才能让买我说 我不用在美国重振了 我可以放弃我重振美国的目标 或者美国依然是在世界霸主的目标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多人就简单的认为 既然台湾能出钱 中国就不能出钱吗 问题就来了 是所有人都能交保护费的吗 台湾交的是保护费 中国出这个钱交的是什么费 我其实觉得很奇怪 很多人一直是觉得资本家会为了 他一直奋行马斯克 他一直相信马斯克说的那句话 资本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把他的脚锁 我们可以把脚锁卖给他 他为了利益可以自寻死路 我认为这个在一个微观层面上面 或许是对的 如果说我是一个组织有序的国家 政府或者说政党 当对手是一个零零散散的这样资本家的话 是吧 我对他们各个击破 通过这种方式各个击破 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你对方他不是一个资本家 不是一个商人 他的资本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时候 你跟他已经不是一个国家 对一个个体商人的对决了 而是两个商人的对决 我们这么讲 两个商人对决 你觉得这个时候 这个商人会把自己的关键利益拿来卖给你吗 我个人觉得不会的 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两个人都在同一条街上开香烟银铺是吧 两个人开香烟铺 然后有一个过去说 你能不能把你的店面卖一半给我 我给你多少多少钱 这个时候你当然都会知道 我把这么好的店面卖给你以后 我这也不用混了 我剩下一半不用开了 走人吧 所以关键利益的竞争上 商人跟商人之间 国家和国家之间是没有价钱的 这是我基本的一个判断 说得非常好 就像您刚才有说到 可能中文世界对于商人 有一个评价 那实际上在中文世界里 对于这个特朗普的话 其实也是呈现一个两界分化的 那一方面支持特朗普的人 会认为说 在这个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个角度 特朗普时期 他开启了一个针对中国的贸易战 凸显了他的一个对华强硬的一个态度 那包括拜登之后的很多政策 他其实也是对于特朗普时期 政策的一个延续了 那反对特朗普的人 又认为说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似乎是缺乏原则性和长期的这个规划的 但他所展现出的这种强硬 可能更多是出于一个经济而非政治的考量 而且他也不止一次去公开表达 对于习近平的称赞 那包括对于8964和香港问题上 他的发言和一个处理应对的方式 似乎也是让很多人失望的 那您认为接下来的特朗普2.0时代 中美关系它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我认为中国政府其实错失了很多重要的机会 比如说奥巴马那个时候曾提出来一个中美共治 然后当时我印象还特别深刻 中国政府当时觉得我们不共治 好像景气很强的 觉得你是在给我挖坑 然后川普那个时候第一阵上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贸易协议 是吧 当时双方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我记得是2019年 应该2019年4月份那个时候 刘鹤突然有一天到了美国以后 宣布就是说我们要推翻 把原来的100多页的纸 拿出一份新的修订板来 里面把所有美国所重视的重要的部分 比如说你对你内部的一些机构要有个监管 美国政府要对这个有一个监管的权利 然后这块全删掉了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是个重要节点 那是个非常重要的mine stone 这个拿出来以后川普当然就没得谈了 是吧 然后川普后来就加关税或者怎么样 那是个重要节点 中国政府可以说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怎么讲 我不用说改变命运 只是可能缓解它的之后所遇到的很多问题的 尤其是跟中美矛盾有关的问题的一个机会 那么现在的第三个任期 我现在看到好像中国很多人对所谓的粉红 对于这个很乐观 对于川普当选很乐观 中国政府是不是也有可能很乐观 我不知道 但是双方通话以后反正好像据说感觉好像还不错 但是我个人感觉美国并不是以中国作为一个 就是川普政府要做的事情 并不是在民意上是 当然关税当然是了 并不是说一切都是以中国为唯一的假想敌的 并不是所有事情 地缘政治可能是 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 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受损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 不管是它加关税 对中国加60%关税 全世界加20% 其实就是为了实现全世界的贸易 贸易的以及其实也包括工作机会的再平衡 让这个帮助它可以把很多的工作机会 制造业机会倒回到美国去 这里面受损最大的 中高端受损最大的就是中国了 然后是不是也会导致其他的低端贸易 低端的制造业向其他国家流失呢 所以我觉得在这对中国来讲 如果60%的关税真的砸下来了 目前看来是很有可能的 这块的伤害是很大的 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现状五件 现状五件虽然说并不是说我是为了冲着你去的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最终的受害者或者说风险最大的一方 其实就是中国这边可能会更加剧 我觉得在大选之前我当时判断就是想了 两个党上台以后对中国的政策都不会有太大改变 无非就是谁更激进 川普给人感觉好像没有 好像并不是更激进 但是其实实际的效果可能会造成 中国跟美国的博弈某种加速 某种程度的加速 但是表面上他还是会说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 我跟谁关系很好 但是本质上造成的动摇国本的东西方面 我觉得这方面反而会加速 明白 您刚才有说到很多 就是说其实是从一个美国的整体的框架上去聊 是认为就是说即使川普当选 然后即使他之前是有一些说过一些话 或者说是他有一些看法 但是其实在这个大的框架框架之下 他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变的 但是很多时候就大家对于这个特朗普的一个不信任 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不可控 非常具有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那甚至就是说他被很多的这种学者和媒体 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 那甚至是在上一次的这个败选的时候 发生的这种震惊事件的冲击国会的那个严重的事件了 那包括就是他之前 然后对于普京对于习近平的一些评价 导致外界很多人可能会认为 特朗普当选之后对于美国的民主产生一个担忧 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控的 那认为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的话 可能会成为一个甚至说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独裁者 或者说是对于美国的一个民主造成一个冲击 但是呢这一次的结果却又令很多人 或者说令这些人大跌眼镜 因为特朗普又再一次的当选甚至可以说是大胜 然后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赢得了人民的选择 那您怎么看这件事 这个问题里面信息特别多 我先简单梳理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认为首先特朗普这个人 我在2020年大选以前 我当时就对他这么评价的 就是这是一个缺点跟优点并存的人 而且都非常显著 而且缺点和优点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缺点和优点都是缺一不可的 就是这是个平衡的 某个人这方面他们多了一点 他另外一方面就会缺一点 是吧 这是个平衡 他的缺点和他如果没有这个缺点 他就没有那个优点 然后我要额外的讲一下 前面这个问题稍微补充一点 就是在我刚刚当时讲 美国不管是哪个总统上台 因为国会总体的双方已经两党达成了共识 相对于中国方面的 或者相对于美国的未来的某些 某些的贸易方面的调整方面的 这是不会变的 但是这个船头是谁调过来的 我认为这个船头也是像川普 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以加速的方式调过来的 如果说2016年当选的不是川普 是希拉里 我相信这个船头也会掉 但是掉的速度会很慢 会不会掉了会有出现回调 我们谁也不知道 但是川普第一任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他把这个船头加速掉过来了 他把特别急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 他给它实现了放在纸面上了 OK 然后您刚才说到很多人 但是他也有很多缺点 我在我推特上 我昨天晚上刚发了一堆推特上 关于国会山事件什么东西的 我们来讲 我挑重点讲 就是很多人担心他是独裁者 他是纳粹这个事情 这也是很多的左媒 骂他是纳粹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个民众并不买账 我觉得美国人对于民主方面的素养了解 还是有点见多识广的是吧 首先民众并不买账 第二个很多人就是说 你看看希特勒那个时候之所以人当独裁者 是吧 就是因为国会纵火案之后 然后希特勒就获得了压倒性的民众的支持 然后就怎么样 所以就走上了独裁者的道路 你其实要对比法西斯主义政权 或者说希特勒当时那个政权 跟川普现在的他的很多政策 你对比他 你会觉得我其实一直这么认为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买 左派对于讲的他们是会独裁的 或者说希特勒这种说法 就是因为他的政策去监管 去监管就是什么 就是政府自己砍自己的胳膊 对吧 政府砍自己的胳膊以后 我对于上面的人的控制就弱了 对 那么我现在是 因为共和党人都是追求一个小政府的 川普身边的一六人都是追求小政府 甚至有时候有点太小了 这是我反对的 他们有时候追求太小的政府 太小的一些太过于怎么讲 就是个人主义一些主张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很多人 甚至有的人就反疫苗 或者说我们就不打疫苗不要隔离等等 我是反对这一波的 太过于追求小政府和个人主义了 乃至于都有点无政府主义了 但是整个共和党大的方向 我顺便要提一讲 共和党里面有一些建制派的人 这次还是明确出来支持川普的 比如说我支持的Nick Haley 他对于台湾也是特别友好的 他几个月以前还去过台湾 所以他公开的支持川普 甚至直接就在选前帮他紧急的助选 我觉得这个也说明一定问题 我回到那个话题 小政府的人是让他来实现所谓的独裁者的做法 尤其是他也主张言论自由 他主张任何的人的言论都要放出来 都要让他说话 而马斯克就是很好的用推特这个平台 来践行了共和党 或者右派所一直希望的言论自由 这个言论自由不是说右派的人言论自由 而是左派的人你也可以言论自由 就把所有言论放到这儿来 让所有人大家一起来评判 然后大家自己来决定我相信你还是相信他 而不是说通过某个宣传部 真理部 来告诉大家哪个是更好的 如果这个是民粹主义的话 这个当然的确是很有可能会陷入某种民粹主义的陷阱 大家就好像那个时候文革一样的是吧 大家就是说我们或者说不说文革 就是好像中共建政人士一样的 所以我们穷人一起起来把富人的钱封了 大家一起封了是吧 当然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你可以是担忧 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体制到目前为止 我们更重要的是防止左的 美国长期的体制也好 文化也好 民众的价值观也好 更需要防止的是极权过度监管的左派的独裁形象 而远远远远不用担心说发生右派的 基于言论自由的 基于大家选择自由的这样一个倾向 当然不得不说 共和党这次全面胜利 参众两院 然后川普的赢了 然后是大胜 各州都是向共和党这边swing 未来四年里面川普很有可能会拿到 最高法院现在有两个法官已经要快退休了 年纪大了 还有一个法官身体不好 所以他可能会 最后四年里面可能会重新任命一到三个法官 都不奇怪 然后他马上又是250年 美国建国250年 所以加上马斯克是吧 全世界首富 然后全世界最有能力的人都站在这边 这个时候你当然是可以有一个隐隐的担心 就是说当你权力全部拿下手里以后 而且你是政商两块的权力拿下手里以后 是吧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去做一个开创者 然后还政于民 当然你也可能往那个方向走 我当然能够理解这种担忧 但是现在才刚刚一切的刚刚开始 如果后面有发生类似这样的迹象 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 马斯克这个X平台 如果有发生说 他自己为了自己个人的喜好 去删一些完全违反他的规则 去删一些言论 或者是封杀某某某谁的言论 是吧 完全就无视规则 这个时候我当然第一个会跳出来反对 在选举期间 在竞选期间的大概一周以前 就发生过这个事情 我说这有个案例很有意思 有个人说 我就发了个马斯克的露肚子很丑的照片 然后马斯克就居然发私信威胁他说 你也把它删掉 不然我就给你分号 后来发现这个人他是假造的 是PS的那个东西 但是当时在我不知道是PS 我就发出来说 这个东西大家看 这个人自称说马斯克是威胁他 这个事其实是值得大家警惕的 这种迹象 我们需要去一个一个去pick up 我们需要防危杜见 没错 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 我们就assume 他们这样一个以言论自由 跟去监管小政府为主的政党 他们会走向希特勒那种大政府的 打压言论的完全相反的所谓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说的特别好 OK 来吧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场大选结束之后 您觉得是什么让您如此有信心 就是相信美国在特朗普的带领之下 可以再次伟大 有什么信心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再次伟大 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能不能再次伟大 大家都有个存疑的 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 就说他之前让美国再次伟大 他是一个口号 是一个大方向 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愿景 是吧 我前面特别提到了马斯克那个例子 因为川普身边尤其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 当时这么混乱 我现在依然不相信2020年大选是有系统性的舞弊 是吧 但是当时选后这么混乱 各种人给他出主意 又冒出来什么律师了 冒出来个什么人了 帮他站台了 然后帮他打官司了 最后这些人全部一塌糊涂 所以你回看去 你会觉得当时他身边的很多人 其实他自己选择了相信一些蠢人 这个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川普 其实可能他自己的本身的 他的一些局限 他的一些局限 他的信息来源是有限的 但是他的直觉是敏锐的 他商人的直觉是敏锐的 但是信息来源是有限的 当遇到重大变故的时候 他的执行力也好 他的什么东西是受质疑的 但是马斯克是全世界执行力 建构能力 重构能力最强的一个人 工程能力最强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都是毋庸置疑的 这两者的结合 可以说 如果说在那之前对于川普说 让美国再次伟大 是吧 这个事可能大家只是说有可能 现在我觉得大家说 我们要看看你怎么个再次伟大法 因为我认为你已经有了充分的资源和条件